公司已经介绍了很多方法 我想在现在的情况下 公司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实际的建议 我们投资料经常叫人做功课 最重要是做好功课 面对这些疫情压力的情况下 我们有什么功课可以做呢? 我也想说回那个题目《易丽信秀》 它的题目是疫情的疫 疫情来的时候 《信》是最难解释的 《随信的因缘条件》 而去接受和处理它 所以就是《随信的疫情》 《因缘条件》 而顺着处理它 顺着处理它 就是你明白了因缘条件 就是我们刚才说 首先你要明白理解 原来 你处理所有东西 都是这三个步骤 第一 你要明白理解 原来 在这个世界里面 久不久就有 这些不如意 或者受人困难的一些疫情 好像我们现在的疫情 原来是五波那么多 这个疫情 我们要明白理解 如何处理 处理当然是首先明白了 第二 学到是如何可以 心平静些 心平静些 当然在我们佛教来说 可以念佛 如果你是佛教徒 念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有这个他力 观音菩萨叫做 师无畏者 师与众生 不用担心 所以如果你懂得 念观音菩萨 念观音菩萨 念大悲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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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给自己喝 给家人喝 即是值着观音菩萨的力 即是 凭值他力 观音菩萨的力 佛菩萨的力 若师佛的力 你可以在那里 尋到一些内心的平安 可能是通过一个 重复的念诵菩萨的声号 那摩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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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ari你一下 button idolум菩萨 那变你 去观呼吸 打开心 打开心 打开从此时此地 帶回心來此時此地,不要思前想後那麼多 注意一下自己的眉心,在這裡觀察自己的眉心 在自己觀察的眉心,讓自己的呼吸自然 令呼吸自然之下,人就平安了 心平靜,平安了,所有事情都容易處理 剛才我們所說的,在疫情裡,相信未來 相信未來就是現在經歷的痛苦是值得的 所以相信未來,繼而努力,現在要忍就忍 潛濃物用,不動,未到飛龍在天,遲些才飛龍在天 現在潛濃物用就忍了,休息一下 我最近經常學了煮菜,自己煮給自己吃,挺好玩 我做的事很簡單,菠菜豆腐番茄湯很好喝 其實這幾天的菜很便宜,16元分菠菜也不錯 我平安了,平安了 平安了 昨天的街市都說,今天有很多菜,慢慢選吧,不用了 每天都沒浪費菜,昨天有很多菜 總之就是,你找些東西自己… 現在最好,在家裡,好像我一樣,學煮菜 那你就找些東西玩一下,智得其樂 最重要是做人做得智得其樂 一切疫情都會過 孔子,剛才我覺得你給我們很大的信心 為什麼呢? 疫情提醒了我們 其實疫情都是過限 當然 那些都會過去的 但是不知道多久的原因,不但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最重要是有個信心 那就可以了 總之你咬著牙筋,你也沒辦法 可以有其他可以做的,你明白嗎? 那你做一天要… 既然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好 那你應該怎樣?考你了 講不久 來,問回你了,Sherry 我記得,當老師通常最重要是 聽著要給什麼功課 師傅就給了幾個功課是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可以念誦諸佛菩薩的名號 第二,就是可以正念觀察自己的心 先收拾自己的內心 平靜自己的心 其實心是最難處理的 因為我們現在收到很多很多不同的信息 所以我們怎樣去平復自己的心 最後就是對未來要抱持一個有希望 對自己覺得自己在做的事是有意義的 又或者對於未來我們都要有一個樂觀積極的心態 這樣才是可以意內順受的 最重要,最重要 現在這個時刻要活得好好的 將來你怎麼知道 將來將來給你一個皇帝做 是不是 你現在 你這陣子過得好嗎 我經常記得有空師教我的 最重要 不是活在當下 是活好當下 你不要理會他將來 明天 明天會怎樣 我們現在 是不是 做好了 剛才Cherry說了一堆東西 然後我們又那些東西 到他最重要 現在在這個疫情不能動的時候 可不可以找些東西開心一下 找些東西做一下 你可以好做一些東西 好像我這樣煮飯仔 或者我沒有所謂 我今天會做 最好打下座 打下座又不用人陪 是不是最好 打下座靜靜的 你學到一些東西 在現在這個時刻 有什麼好玩 有什麼可以開心的呢 你要看見哪個 哪個開心 你沒得見 就可以不開心了嗎 我沒得出去吃飯 就不開心了嗎 蟹沒得出飯不開心 沒得見哪個又不開心 但我可不可以在這裏 搞些東西開心的呢 即是在一個環境 在現有的條件 這個空間裏面 可不可以搞些開心一點點的東西 即是活好當下嘛 我不知什麼時候好花啦 疫情是不是 過了那些就辛苦啦 那如果我在現在 在我現在這一刻 即是我們在跟你講的 這個錄音這一刻 你也看見我講得很投入 有很多腎 有很多腎 有很多口水 這樣 那我現在又可以說 Cherry和Ben 肯定跟我聊聊天 有人說錄音 就是最好啦 那就開心地去錄好它 開心地錄好它 那會怎樣呢 我已經補回我前幾天 我前天打第三針不開心 痛了嘛 又不能動 那我現在就補回開心一下 那我什麼時候康復了 不知道的嘛 那我現在開心還是準備了 將來它康復的時候 我又會康復了嘛 所以我過去就做事 沒得做過了 未來我又沒得做 我只可以做就是做這個moment 那我既然做這個moment 那時候 我就做好這個moment 是吧 我在這個moment 裡面做好了 開心了 或者善用了這個時間 那就OK啦 你只是在這個時間裡面 可以善用而已 其他前後你都做不到的 那你現在在這個moment 譬如剛才那個婆婆 被人困在房間裡 那房間有什麼可以做得開開心心 立刻穿衣服 補一下衣服 補一下襪 補一下襪 不知道做什麼啦 是吧 或者去和孫仔玩一下 上按摩 不知道什麼啦 總之你在這時 此時此刻 做好了 就是最好的 還有 你只可以做的 就是這個時候 即是苦中佐藏 活好當下 你不用一定苦中佐藏 就是 佐藏 佐藏 當下佐藏 你不要管苦和不苦 總之在當下之中 我善用它 在裡面 找到我自己的意義 找到我自己的開心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我公司提醒了一件事很重要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就是那個境 苦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 就是受那個境影響 會很聚焦 在苦的事情上面 反而我們疏忽 反而在這個條件下 我們可以有另一個選擇 就是選一些開心一點的事情去做一下 是啊 我們可以選擇 人最擅長的是什麼呢 心有得選擇 是 沒錯 我沒有選擇我老不老 我老硬的 你也是 阿Ban 不好意思 但是 你對你的老怎麼看法 你老了 咦 老了 慘了 老了 好像醒目了 人生經驗多了 年輕人 那還可以 你老的態度 可以改變 除你的心態 和你的知識 可以對客觀的事 改變 這個人最厲害的一件事 就是你可以除你的知識見解 而去更新你對世界的看法 這個是人裡面 人最powerful的一個功能 如果沒有了這個功能 我們就沒有辦法出生死 沒有了這個功能 我們就沒有辦法成佛 這個是最厲害的power 就是我們可以除我們自己的學習 繼而更新我們對事物的看法 這個是人最厲害的一個能力 可以 好了 我們應該聽了這麼多 我就現在不用逆來硬受了 我可以逆來順受的了 但是我們都要什麼的 我們一定要 我覺得我們都很誠意祝願香港人 乃至中國人 乃至全世界的人 我想現在首先就是喜歡世界和平 也都喜歡大家的疫情 我經常希望封條與順國泰文安 是一個祈求佛菩薩去保佑和加持的 當然最重要的最重要的 我剛才一開始就說了 希望我們香港人 都是能夠大家一條心 希望香港好 大家保持一個慈悲心 一個祝願智慧心去做好我們的家 我相信是 我是樂觀的 希望香港真的好 是嗎 賜哉賜哉 感恩師父慈悲 是的 我沒託佛 好啦 等我們再託些 幫你帶Sherry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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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